第2386集 就在这时,煞剑震动 玄寒玉的力量竟然有一部分汇聚到叶臣的手心 不要分心,本宫助你 如此蝼蚁还没有资格撼动现在的我呢 如此蝼蚁还没有资格撼动现在的我 下一刻,叶臣煞剑出现在手中 剑锋之上,试魂道运激荡,瞬间斩出一剑 那灰黑剑芒便朝着浮影击射而去 就在叶臣斩出这一剑的瞬间 原本还神色淡淡地站在一旁的离山仙子 却是骤然双眼瞪大 看向叶臣的目光也带上了一丝震惊之色 这小子竟然如此年轻便掌握了毁灭神道与试魂之道 而且还融合成了魂武之计 一抹笑容浮现在他的面庞之上 充满战意的笑容 像叶臣这样的天才才有虐杀的价值不是吗 转瞬,灰黑剑芒与那浮影边撞在了一起 强烈的余波朝着四周冲击而出 粘斩之中无数剑柱纷纷倒塌 惊呼之声此起彼伏 震天巨响之中 那道看起来无比强大的浮影 在夜沉的剑光之中竟是飞快地破碎了起来 粘上起双目暴征 看着那剑光 无边的怒火瞬间化为了冰寒的惊具 剑光尚未真正斩落 粘上起便是发出了一声无比痛苦的惨叫 蹊跷之中鲜血狂涌 那弑魂之道和玄寒玉的力量 先行击中了她的神魂 但此刻的夜沉却是微微醋眉 她知道 粘上起没有死 这可是玄寒玉的一部分力量啊 有人出手了 正是那名仙前站在粘上起身旁的白衣女子 此刻 满面鲜血的粘上起 对着离山仙子感谢道 多谢仙子出手相救 这小子就是杀了我儿的仇人 离山仙子微笑道 詹家主 你的请求我接受了 粘上起闻言则是狂喜 看向夜沉的目光 也逐渐猙獰了起来 眼眸之中充满了大仇得报的痛快 这名叫夜沉的小子 强大的确实超乎了自己的意料 可面对离山仙子 再强大都是无用 从离山仙子答应自己的瞬间 夜沉已经注定是个死人了 夜沉凝视着离山仙子道 你是什么人 我要杀的是詹家家主 与你无关的事最好别管 她的目光渐渐沉重了起来 眼前这名看似文雅的女子 竟是给了她一种极为危险的气息 甚至隐隐让其嗅到了死亡的味道 此人的嗅味很可怕 而且还是属于实力高于境界的存在 离山仙子文言哈哈大笑了起来 叫我别管 真是好久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了 下一刻 离山仙子的面色却是骤然意寒 声音极为冰冷地开口道 本仙子的名字 其实你这种废物可以知道的 小子 你先是对本仙子放出杀意 还对本仙子出言不逊 这两条 甚一一条 都足以让你死上一万次了 知道吗 叶辰文言却是同样笑了笑道 死上一万次 谁给你的脸 若是你非要站那边站 不过我提醒你 死的一定会是你 此言一出 整个清廖城似乎都被冰封 空气都要冻结了 沾上起微微一愣 随后笑了 看傻子一般地看着叶辰 这小子虽然妖孽 但似乎没什么脑子 在离山仙子面前还要继续装 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吗 叶辰再妖孽 也只是一名天神镜存在 就算能越机而战 也不可能没有限度的吧 没看见那道剑芒 都被离山仙子轻易地挡下了吗 还在这里盲目自信 离山仙子的眼中杀意狂闪 笑容却更深了 死的会是他 他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将叶辰四肢打断 看着他凄惨求饶的模样了 下一刻轰隆一声 一股连天接地 龙卷风般的恐怖气息 瞬间自离山仙子体内爆发而出 席卷了整个清疗城 连天地灵力都隐隐地为之搅动 在这气息之中 无数舞者竟都是浑身僵硬 血液近乎凝固 赈颂无比地朝着瞻家所在的方向看去 这气息是怎么回事 简直就像是 无可忤逆的至高神灵 降临于世一般 仅仅是感受到这气息 就让他们产生了膜拜之感 那是对无上力量的原始恐惧 一些修为弱小的 甚至直接就昏死过去了 就连清疗城的城主 都是身躯微微地颤抖着 目光闪动不定 这危压太可怕 清疗城附近 也只有那传说中的离山仙子 拥有如此恐怖的危压吧 离山仙子竟是出手了 城主摇了摇头 不管这惹到了离山仙子的人是谁 既然仙子已经准备出手 那这人就不可能活下来 一柄利剑如同银蛇一般 通体荧光闪动 剑身微微扭曲 散发着无比锋锐气息的长剑 出现在了离山仙子的手中 沾上起看着那柄七形长剑 面色又是微微一变 这长剑赫然是一柄真正的上古地气 而且还是品质极高的那种 他一转头 看向夜晨的神色 以他的眼光自然看得出来 夜晨手中的那柄漆黑长剑 品质极高 而且似乎蕴含着使魂道运 极为强大 可现在就连武器 离山仙子也不输给夜晨了吧 这么一来 夜晨更是连一点点翻盘的机会都没有了 离山仙子浑身气势 骤然一胜 一股精纯至极的剑意 从那银蛇长剑之上冲天而起 清廖城中出现了无比诡异的一幕 一道漆黑的裂痕 从这城中直上天际 这异象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这月魂玉小城的空间 都因为离山仙子的剑意 而出现了裂痕了 这还仅仅是剑意而已 同时 一道剑形虚影 浮现在了离山仙子的头顶之处 这剑形虚影出现的瞬间 连夜晨都是感到了一阵压迫感 玄寒玉的声音在夜晨脑海之中响起道 夜晨 小心了 这女人确实有骄傲的资本 她竟然拥有道剑灵体 道剑灵体虽然不及当初王盘的灵体 那么逆天 但也是一种极为强大的灵体了 拥有这种灵体的武者 在剑道之上 拥有难以想象的恐怖天赋 并且其所施展的一切剑技 剑意 威力 都会大幅提升 难怪 这离山仙子之前如此轻易地 便接下了夜晨的一击 以她的修为 配合剑道灵体 所释放的剑气 单论破坏力的话 恐怕已经不在夜晨地毁灭神道之下了 毕竟 剑道本身就是一种攻击力极为强悍的杀法之道 离山仙子手持长剑 浑身剑气汹涌 宛若剑身女神一般 竟是散发出了一种圣女气度 无数清廖城的武者 面对此刻的离山仙子 都是不由自主地跪拜而下 而那些修习过剑道之人 眼中更是浮现了无比狂热之色 离山仙子光是其剑气之中 蕴含的一缕剑韵 就让他们有一种醍醐灌顶 剑道突破的感觉 可想而知 离山仙子的剑强悍到了何种层次才能有这样的效果 离山仙子对着夜晨冷冷一笑道 哼 小子 现在你还能再说一次 死的会是本仙子吗 夜晨神色虽然无比沉宁 但却没有多少紧张之色 闻言之后 淡淡开口道 你的剑道不错 但我说了死的会是你 就一定是你 夜晨说的有错吗 当然没有 夜晨的尸海之中 可是拥有一道斩魂剑的 能够主杀一切补天境武者的斩魂剑 哪怕是九层天都要死 光是凭着这斩魂剑 夜晨便足以镇压月魂域内的大部分武者了 离山仙子再强 又岂能抵挡得住这斩魂剑呢 只是除非真的被逼到绝境 否则的话 夜晨不会施展斩魂剑的 毕竟这机会只有一次 沾上起闻言却是忍不住笑出了声 到现在还要嘴硬 强撑 没看到无数武者 都对着仙子膜拜了吗 现在的仙子 与天神没有差别 小子 你以为自己有点资质 就能逆天图神了吗 夜晨贴了针上起一眼道 逆天图神 我所练的剑法 正好有一道叫 血月图天斩 骆尘降龙剑 出 而此刻的轮回墓地内 看着外面的一切 韩文心长叹一声 让这小子安分一点 他果然做不到啊 这家伙真是让我操碎了心 稳一时 风平浪静啊 这小子就是到哪儿 哪儿都要天翻地覆的命 就在韩文心哀声叹气之时 轮回墓地又一块墓碑 开始闪烁出一道诡异的光 一道虚影渐渐汇聚 虽然很慢 但很明显 是一位女子 而且从韩文心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绝美的女子 风华绝代 威临霸方 奇怪 难道这个因果 可以引动这位女子 如果真是如此 那我所求的吻 或许对叶琛来说 是一件坏事 韩文心虽然不想沾染因果 但是此刻轮回墓地只有她 她还是走了上去 她凝视着那块光芒闪烁的石碑 石碑之上只有四个字 当看到上面四字 韩文心表情凝固 宛如见到什么惊恐的事情一般 这是她在轮回墓地 苏醒后第一次失色 因为上面写着 月魂魔女 月魂魔女这四个字 在狱外的传说极其耀眼 传闻数万年前 月魂狱走出了一个神秘少女 少女骑着一头月路 从月魂狱的极南 杀到了月魂狱的极北 只花了三个月 这三个月死了六十万人 而这六十万人 任何一个都在月魂狱地位 都是极其之高 这六十万人 这六十万人 在月魂狱的极北 这六十万人 在月魂狱的极北